今天我們來看 我們看了 我把標題有忠誠的考驗 所以我們看第一章的第八節到二十一節 今天會把第一章學習完畢的研討完畢 同樣的就是說我們但一旅的主題 還是要看到人與神 人對神的忠誠 還有人與神的主權的挑戰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我們在讀但一旅說把這兩個主題一直放在我們腦筋裡面 去讀這些經文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誰跟人的關係是什麼樣子的 然後呢在讀這個大方向就是要看歷史的背景 然後看當時的社會背景 然後看上下文 所以我們在研讀的時候盡量能夠把這三點三樣事情擺 讓大家能夠看清楚 那但一旅他已經到了巴比倫給他改了名字 他現在要做的事情要在人的主權還神的主權要做個選擇 他如果說他要對人忠誠的話 他就要接受巴比倫王一部假尼撒給他的食物 給他的生活 所以呢他必須要融入巴比倫的社會文化中 所以他連名字都改過來了 那他要接受王給他的食物 那如果他對神的忠誠的時候呢 他就不能夠融入巴比倫的社會文化 最簡單的就是不吃他的東西 那為什麼不吃 等一下我們來解釋一下 所以這四個年輕人 他拒絕融入巴比倫的這些文化體系裡面的教育體系裡面 他不是反對這個體系 這個制度 而是在他生活中 他表現出來他對神的忠誠 就好像我們現在活在這個世界上 如果說我要對神 表示我對神的忠誠敬畏的時候 我就不應該妥協或融入 在這個大社會之中 我們要把神把我們拣選了 我們把我們分別出來的時候 就是把我們放在一邊的 那但是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 我不能夠脫離這世界 不像有些宗教裡面就是說怎麼樣 出世 我到聖山裡面我自己修行就好了 可是你如果想想看 以前在早期的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這種 社會中 就是他們的活動中 他們有怎麼樣 苦行征 或者說修道士 到修道院到山裡面修道院 其實馬丁路德他就是一個修道士 他每天在他的房間裡面 祷告祷告祈求神說我要犯罪 祈求祈求我的人 或者他想到說如果說我犯了罪 有了罪我想到了我跟神祈求了承認了 但有了罪我沒有想到的我師父就得救了 所以他在這個他那時候應該是在這個羅馬教 就是天主教這種氛圍裡面去研究這些人去祷告的 最後他看讀了什麼陰性稱異這件事情 他最後呢五百年五百年以前就做了宗教革命 他離開了天主教 所以才有我們現在的基督教 我們現在基督教就是說 我們要活在這個社會之中 但是呢不能融入這個社會 我們要因為神已經把我們分別出來 說我們自己也要承認 對神的忠誠的時候 你也要把自己從這個社會分出來 所以就是今天這整個例子裡面 就是看到但一里他是怎麼樣 對神的忠誠的時候 從這裡我們來學習一些事情 那我把這第八節到二十一節 我來讀一件 但一里卻立志不以王的善 和王所贏的酒 顛悟自己 所以求太監長容他不顛悟自己 神使但一里在太監長眼前蒙恩惠受怜悯 太監長對但一里說 我懼怕我主我王 他已經派定你們的飲食 倘若他見你們的面貌 比你們同歲的少年人激受 怎麼好呢 這樣你們就使我的頭在王那里難保了 但一里對太監長所派的管理 但一里哈 哈拿尼亞 米撒撒 亞撒利亞的尾伴說 求你試試仆人十天 給我們吃素菜 白水喝 然後看看我們的面貌和王善那少年的面貌 就照你所看的代仆人吧 尾伴便輪准他們這個件事情 是的他看他們十天 過了十天 見他們的面貌比王用王善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 肥棒 於是尾伴撤去害他們用的山 饮酒得酒 饮得酒 給他們素菜吃 第十七節 這四個少年人神在各樣文字學問上 賜給他們聰明知識 但以理又明白各樣的意象和夢想 尼伯蒋尼莎王預定带進少年人的 來的日期滿了 太監長就把他們帶到王面前 王與他們談論 見少年人中無意人能比但以理 哈拿尼亞 米撒利 亞撒利亞 所以留他們在王面前施力 王拷問他們一切事 就見他們的智慧 聰明比通國的術士和用法術的勝過十倍 到居辱士王元年 但以理還在 你可以看到 这左戰劍 他雖然是接受了 巴比伦的名字 可是他在著作的時候還是用猶太文写的 前面一段我們上次分享過 這一段都是猶太要用希伯拉文写的 所以可以看到他是怎麼樣 選擇在人跟神之間 他要對誰忠誠 那第八章第十六節呢 我就把它標題設為忠誠的選擇 所以你看這幾節就看到 巴比伦王要他做什麼事情 但但以理他決定要做什麼 他的朋友也願意接受他的條件 去做這件事情 那玷污的食物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一個背景的問題 就是說 有的學者認為說 是吃肉跟蔬菜 因為後來他講蔬菜 所以說你不吃肉就好 你就吃蔬菜就好 這是一個看法 其實上如果說我們以猶太人 他這個潔淨食物的條例 律法來看的話 肉類處理得不當 也算是不潔淨 怎麼說呢 他們血要放出來 全部要放乾了以後才能吃肉 所以人不能吃那個血 這是一個 然後呢 如果說你儲存不當 也會使人變得不潔 如果說你跟什麼東西 器皿的不是潔淨的 器皿擺在一起的 也會不潔淨 其實如果說你看這樣子講 其實是衛生的上面來講 如果說你當時 他們在曠野流浪 這個40年的時候 他們的生活條件不是很好 所以神為了顧念 他們做的這個法律在這裡 但是在猶太隐私法裡面 並沒有說不能飲酒 並沒有說你可以飲酒的 所以他們有說 是喝葡萄汁啊什麼的 其實你看的話就是飲酒 那耶穌在約翰福祉記載 他第一個參加婚宴的時候 他怎麼樣 以水變酒嗎 那是酒 但是他怎麼做呢 怎麼喝呢 這是一個有餐水啊什麼的 不管他 但是在律法上 他沒有完全敬酒 這是一件事情 那其實呢第三點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當時他要獻給國王吃的時候 如果說一意教了以後 他可能會把東西先拿到廟裡面去 祭拜一下 然後再拿出來 再給皇上吃 給這個 所以就可能說 這個呢 在這個 律法上 在猶太人眼光裡面 這已經是一個 祭拜其他的神 就是不能吃的 還有呢 他那個酒可能也是拿到去那個廟裡面去拜國 有在拿回來 所以這種祭世過的東西是不能吃 你如果我們讀保羅書信有讀到 保羅就是說你不要 這些東西不能吃 但是如果說你有 弟兄軟弱了 看你不吃呢 或者你吃了會造成不同的形形的時候 這也是一種 所以當時在第一世界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們現在也是一樣 就是說對廟裡面拜國的東西是不能吃的 這是一個我們的一個基本的信仰是在這 主不是說那個東西髒了什麼的 而是我們對神的尊敬 因為神已經說這些東西是不能吃 拜國其他偶像是不能吃的 這也是一個 那真正的 他只是舉例一個食物上會造成 這個玷污的事情 會就是對神不中的 其實上是整個童話程序造成的 你可以看到他把他們都召集出來 從各國的地方造集過來了以後 擄來以後擺到這個神的這個 你不講你差點學校的訓練他們三年 就是為了要同化 尤其那些小孩他選來的時候 是能夠受到 受教育有心理有想事 就是可以能夠接受新的知識的時候 他們就願意做這些事情 等於說就把他從小就改變他的文化思想 那丹伊里他並沒有這樣做 他在實務上他就表現 因為 吃東西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說我幾天不吃東西 不要說幾天了 我早餐不吃點東西了 我等一下就是頭暈腦脹了 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是三餐裡面不吃 有幾頓沒有吃好 也是不舒服 可以想像到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然的話我們中午午餐 為什麼要午餐 大家吃完 敬拜完就回家就好了 對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尤其對我們來講 其實對每個人也都是一樣 所以在這裡他 丹伊里記載一件事情就是 他從實務開始就表現 他不願意融入巴比倫的文化之中 而是他以神擺在第一位 他怎麼擺在第一位呢 這裡如果說你看丹伊里跟他朋友被擄來 十幾歲就擄來到這個巴比倫的國度裡面來的時候呢 他們要遵守摩西律法的所有的一件事情的 一些事情的時候都是有挑戰 都是非常困難的 今天如果說我們把我們自己放到一個罪惡很多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要節身自好是非常難 這是一件事情 但是要怎麼樣呢 要靠神的話 這是我們當然是一個基督徒 應該是有一個思想上的基本的根基在這裡 另外一個呢 擄來的很多人 如果說跟他一起的這些在一起被擄來猶太人 他們融入了這個巴比倫的文化 他們四個人沒有融入 你說別人會怎麼樣對著看待他們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就像我們講的就是peer pressure 你在學校裡以後 小孩會合群 他不願意跟這些亂七八糟的小孩在一起 這個小孩就會被孤立的 所以這裡有一個可能這種情形 如果說你要遵循你律法 你就會造成你可能 跟你當時的這些生活環境就隔離了 就是你乾脆你就自己去住你自己了 就是很孤立起來 所以 但是他自己放下 他決心不要讓皇家的食物和酒來玷污了他 他下決定 他說他做什麼 但一裡卻递制 他決定他不要做 而且不是說我這不做就好了嘛對不對 我今天不吃就好了 可是他立志決定不要吃這些東西 他下了決心了 他的朋友四個朋友也願意跟隨他同樣的做同樣的事情 立志不吃 當然我們剛才提過 如果說不吃這個皇皇的食物的原因呢 尤其是虔誠的猶太人 你可以看到 丹一臉和他的朋友是非常虔誠的 我們剛才講除了祭拜以外 可能他吃的那些肉類就不是 就是我們講 就是律法上的豬肉 他們也吃馬肉 如果照那個律法 立位記記 什麼東西可以吃 什麼東西不可以吃的話 那很多東西他們是不能吃的 但是你不知道 除了祭拜以外 但是那個肉 拿出來的時候 可能就有這些問題 所以他決定怎麼樣 當食物沒有四張作曲 所以如果肉中有血 也沒有完全被排出來的時候 但立位記有記載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也不能吃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當你準備這食物的時候 你是不是很捷徑的環境來製造的 或者是說你在準備食物的時候 這個肉我是不能吃 所以丹一里就說什麼了 他不要吃嘛 他就不要吃 他不要 乾脆就不要去接觸這些東西 你不要去疑問他 有没有乾淨不乾淨 你說有就有 你說沒有就沒有 他乾脆就不吃 你給我別的東西吃 他怎麼說呢 肉和酒本來就是 不是歡迎的製造 在某種情況 或者不總是 就主要的就是說 並不是說 有的人吃 有人不吃 而不是說整個排除這個肉的眼 剛才講過 他可能去拜過神 拜過 所以跟偶像敬拜有關 所以丹一里說 我就不吃 我下定不吃 我覺知不吃的時候 就是有一件事情 有些東西 我乾脆不接觸他 就不會有這件事情 如果像我們在一個生活環境中 如果我們有個東西 我就不去接觸他 你就不可能去做那些事情 如果你要去接觸他 就有可能有犯罪的心情在那裡 所以 待會你拒絕吃了王的酒呢 也可能就剛剛講過 那個酒可能在店裡面 這個廟裡面拜過了 所以他也覺得是污染了 也不願意去吃 如果說他吃了 或是某些他的同伴的吃的 就怎麼樣 無形中 尖尖中 就是你去敬拜他們的事 因為他寄過他們 然後你去吃了 就表示你接受他們的事 乾脆我就不接觸這些東西 那魏美的玷污呢 他就詢問 派遣掌施加斯比娜 是否能夠給他們不同的東西吃 當然 在後面的經文看到 但你又不是說 拿個牌子舉起來 我就是不吃 我就是不吃 他反而是跟這個太監長 有個交流 談到一些事情 雖然短短的幾句經文 讓我們了解 但一定他是有智慧 去怎麼處理這件事 他不願意讓這個 其他有不好的結果 如果說他反對 可能對他自己也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可以看著他是怎麼樣去 表示他一個 對皇家 他表示不同的意見 他是怎麼去表示的 在他還沒有表示之前 第九節講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 說 神使戴伊里在太監長眼前蒙 恩惠受憐憫 戴伊里為什麼要記 就說他寫在這本書 要記的這樣 主要也就是說 在他心裡中 不錯 我們看到後來的時候 他是沒有說到任何的 是神 所以他第一件事 就把神的話也先拿出來 神使戴伊里在太監 太監長眼前蒙惠受憐憫 不是說戴伊里他長得多漂亮 他多有能力 而是神讓這件事情發生 神讓外邦人 异教徒能夠去看到神 在他們手上的身上發生的事情 然後他對戴伊里產生的好感 我們看到約瑟 他被掳到埃及也是同樣的情形 那個摩西後來被放到河裡面 本來要淹死的也被救起來 你想想看那是誰在做這件事情 神在做任何事情 尤其是拣选他要使用的人的時候 在當時我們看起來沒有什麼 可是你看長久看來的話 是有作用的 神是有計劃的 你看看我們自己 神拣选我們 你不要說他對我沒有什麼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拣选我們 你回想你自己的生活 多多少少神在帶領 所以他帶 太監掌他不是耶和華的跟隨者 他不是相信猶太人或怎麼樣 但是戴伊里卻給他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什麼印象呢 透過神透過這個太監掌 對戴伊里產生有利的態度 主要是蒙恩會 受憐憐 所以可以看到 丹伊里寫這個時候 他再一次表明 神在這件事情上 他是掌權的 他控制所有的事情 而不是說某件事情 或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從人的主權跟神的主權 這種對抗的時候 挑戰的時候 最後是誰在上面 神的主權 所以在這裡他把這個神的主權 都輸了 你可以看到神在非信徒中 運行的恩典 這是一個例證 我們今天不錯 我們有時候去傳福音 或是像我跟我的小孩傳福音 那是等於說是 怎麼講 對牛彈琴 他們根本就不願意聽 但是如果說 他不聽我就不說了嗎 他不在家 我只有為他祷告 求神代理 我也不知道哪一天神 感動任何一個人 讓他們接受 那是神的工作 不是我的工作 我只有祷告 所以他在這裡 非信徒了 又運行了恩典 他干預這件事情 他代表 但一里去干預這件事情 但一里說 他絕制 不要玷污自己 神馬上運行 感動太監掌 對 但一里的態度完全改變 然後他感動了但一里 這個太監掌對 單一的信任 恩惠表示對他有善意 別臉表示有同情和關懷的事情 那他並沒有說 好大的膽子 你敢圍胖王 的話 那就 拿出去斬了 又是了 原來他沒有 他反而說 對他敢有恩惠 覺得 這個人還蠻有志氣的 願意跟我這樣子說話 然後呢 又對他有一些怜悯 或者說 同情 溫柔 在小孩時期 所以被魯來這邊 還要改名字 還要怎麼樣 所以他可能就談 有一些同情心在這裡 產生了 那接下來呢 太監掌就說了 他說什麼呢 我懼怕我主我王 他已經派定你們的飲食 倘若他見你們的面貌啊 比你的同族的人的吃 同年紀的人消瘦的話 那我的腦袋就不飽 對不對 怎麼好呢 所以你要 你要 你們讓我的頭 在王那里擺在哪裡 他雖然尊重 喜歡或者怜悯這幾個小孩 幾個男孩子 但是他還是怕他亡啊 他說我主我王 他的主是誰 就是那個國王 尼布甲尼莎 如果說他拒絕了神 那個尼布甲尼莎的命令的時候 等於說 他沒有尊重國王的命令 而且這四個小男孩的命運 可能也不飽 對不對 我剛剛講說 那個王一生氣 如果說你去看尼布甲尼莎 他是很殘忍的 讀他歷史上 或者底下經過會介紹他 就是說 你要把他 這個四個小孩 就是命都不飽 然後他自己的命也不飽 所以他這裡就很為難了 我們也想象到 如果說我們面對事情 這個 拍檢長 他是 他做這個決定 也不能說 哎 你這個要怎麼同情他們 不是 他有他的威力 你看 他要做選擇 他要選擇 王的主權呢 還是神的主權 雖然神已經感動他了 但是他為他自己的命 他要保 他也想到 這小孩的命也要保 他也不想讓他 所以他同情的 那他怎麼樣呢 他的責任就是說 你去年這三個 這三年之中 要讓他這些小孩呢 身心成長 是榮於 巴比隆的社會文化裡面 要學習他們的語言 要學習他們的知識 所以呢 他要為國王 準備好人才 當三年以後 他要拿 毕业典禮的時候 要到王的面前去 考試的時候 這些人 又能夠表現得出來 他不能說 就是 什麼都不知道 那他的工作就有問題了 所以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說 這些年輕人呢 在這個國王 他整個策略上呢 我們講的 這個巴比隆的策略 他要把整個小孩 全部 魯來的 不管你是從埃及來的 從小亞西亞來的 從 儒太來的 任何亞蘇帝國來的 都要怎麼樣 要同化他們 要他們融入 巴比隆的社會文化裡面 這是 國王的一個大策略 大方向 他要統治 這整個他的帝國 他必須做這件事情 因此 他 這個國外 有希望他派一個太監長 能夠管理這些事情 讓這些小孩都完完全全 受到很好的教育 吃喝都不要有 優惠 而是給他最好 希望他能夠完完全全的 對什麼 巴比隆的國王 孝宗 就是 不服在 巴比隆王 尼布甲尼莎的 主權之下 成為他的 臣子 成為他的仆人 這就是他的目的在這裡 那結果呢 那如果說這些年輕人 沒有好好的照顧的時候 你看看 他飲料不良 身體不健康 那 太監長會失去工作 還會當腦袋 腦袋也會掉 掉腦袋的 生命就沒了 而且我可以看得出來 這一句話就是說 同學的少年 就是說他那些 那一批人 不知道有多少 沒有講到 應該是不少的 從各地來 很多這樣子的人 他要 那只有你們這四個 特別嗎 其他人怎麼辦呢 那每個人都要說 我只要吃我自己 國家的東西 我不吃國王 那他 他怎麼去管理 這些小孩呢 所以他有他的難處 那 其實他也想到 如果說對國王 影響不大的話 小孩隨便讓 他要吃什麼就讓他吃 無所謂的事情 可是他知道 國王對這件事情 非常重視 那他結果是怎麼樣子呢 他跟 丹伊里說了這句話 這些話了以後呢 丹伊里就對他說 而且派來管理他的 所以他 太監長 不錯 他可能是一個 好像一個學校的校長 總督的樣子 那底下還有不同的 這些班主任 什麼帶領這些人 所以呢 丹伊里對太監長說 派管理 丹伊里 哈拿尼亞 伊莎利 亞莎利亞的尾伴 說 丹伊里 求你 試試 仆人們 十天 給我們 蔬菜吃 白水喝 然後看看 我們的 面貌和用王山 那些少人的 少年人的面貌 就照你所看的 戴 扶 尾伴 便允許他們做這件事 試看他們 十天 這管理他的 這朋友呢 太監派的尾伴 就是監護人 是吧 比如說我們住學校的時候 有射監 有 在上學有 我們叫什麼 老師 導師 或者 大陸上 就是班主任 就這樣子 就是說 代理他們 然後 他等於是說 這個 太監長的下屬 他責任不是保護年輕人 不是要保護他 就是說 像個 護衛一樣 而是什麼 為了要照顧他們 監護人 這個尾伴就是要照顧他們 他們要 這些人的 這尾伴的 他們的工作 就是照顧這些小孩 在巴比伦人的生活上 沒有任何憂慮 而且是要融入 巴比伦人的文化裡面 那 這是年輕人 代理你跟他說呢 十天內不吃王的酒 肉 然後只吃蔬菜和水 作為試驗 你試試看吧 我吃了十天以後 你跟其他人比比看 如果說我比他不好的話 那我們再說吧 所以呢 在這裡呢 我們講到蔬菜 我們講到蔬菜 我就想到就是什麼 就是青菜了 在這裡如果說有西伯來 他們當時的習慣 基本意義就是說 凡是從種子裡面 長出來的東西 都是蔬菜 稻米啊 麥子啊 這些長出來 尤其他們 古類的東西 都是從種子種出來 其實蔬菜也不都是用種子 沒有辦法說 沒有種子絕對長不出來 所以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 反正是從地裡長出來 用種子長出來 他們就可以 所以包括蔬菜 水果 補物 還有自身的麵包 啊 所以在這裡呢 蔬菜不是就是我們講的青菜而已 它包括很多東西 可以看到 他只要吃蔬菜 而且是喝水 那怎麼樣呢 戴伊利提出這個要求的時候 他說 不是說吃肉不對 如果說我們看猶太人的律法 是可以吃肉的 他擊敗完 只要是乾淨 處理好的 就可以吃 而不是說不能吃 是可以吃的 尤其像 他們祭祀的時候 尤其是月節 吃羔羊 這些都可以吃的 他只是想說 把這個所有的食物都排除 不願意去接受 不要去考慮 這可以吃 那不可以 我乾脆都不吃 不管你乾淨不乾淨 不管你是怎麼樣處理的 或者是猶太人處理 我都不吃了 這樣子我就不會有玷污的可能 不可能有得罪神的可能 然後呢 他要說這試驗期結束以後 十天結束以後 要求這監護人 看看他們長得怎麼樣 比較一下 他們的外表啊 他們的身體狀況啊 如果說他們 你讓我吃十天 如果說我們身體上 沒有什麼變化 你就是繼續讓我吃好 這吃多久 三年啊 他要在那個 那個學校受訓三年 對不對 我們講的 他受訓三年 上次講 所以他要吃三年 如果他們看就說很健康 就給他們吃了 所以那監護人也願意試試看 他並沒有 我剛剛講 他非常有理的 有智慧的討論這件事情 他沒有說 我 我就是不吃 我不吃就是不吃 你拿我怎麼辦 那我要瘦的話 是你 你會倒霉的 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不是 但你提出非常合理的 你試試 不久 就十天 你試試看 如果說 我消瘦了 我身體不借好了 我再來 吃你的東西 如果說我好了 你就不要這樣 所以就看 他非常有智慧 他智慧從哪裡來 等一下看 所以十天過後以後怎麼樣 過了十天 見他們的面貌 比用王山的一切少年 更加俱美肥胖 於是尾伴撤去派他們的用餐 饮得酒 給他們吃素食 說十天以後 那個尾伴來了 監護人來看 哇 怎麼樣 看他比吃國王食物 更好 更健康 更胖了 營養也更好了 我們兩個人吃蔬菜 不就瘦了嗎 對不對 我們減肥 怎麼樣 我不吃肉 我只要吃素就好了 可是你看他更胖了 俊美肥胖了 那表示說 那個氣色很好的 比他還好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說怎麼樣 所以監護人就允許 他們繼續吃 他們要吃的東西 素食 和水 就這樣子過了三年 至於時這一件事情 他用希伯來話 寫出這句話 這件事情的時候 記載這一次 就是要告訴當時 他們的猶太人 在被放逐 流放在不同國家的地方 不同文化裡面的時候 這是一個好的例子 神要求人遵守律法 懲罰是因為他們不服從 我們現在讀耶利米埃哥就知道了 他們犯罪 他被處罰 就是他們不順服神 不願意遵守神的教導 即使 所以可以說 他希望讓他們當時被流放的 所有猶太人 有一個想法 即使在流放期間 神也會保護和支持那些 跟從他 並相信他的人 你在這不同的環境上 在不同的環境裡面 你所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順服神 遵守神的教導 神怎麼樣 也會保護 這是一個見證 但伊利把這件事記載出來 其實對我們來講 也是一個見證 無論我們在活在這個世上之中的時候 我們的生活怎麼樣 我們常常說要活出基督的樣子 你活出來了 神的話語你都不去接受 不去信服 你能夠活出基督的樣子嗎 基督說我是葡萄樹 明是葡萄的枝 離開我了 你就不能解果 那你說你離開了基督 你還能夠說 我還活出基督的樣子嗎 你怎麼樣跟基督在一起 就遵守 去相信他的好 這就是一件事情 非常顯明的一個例子在這裡 那接著說呢 他說什麼 那他這種忠誠的結果以後 什麼呀 十七節二十節講到 他的結果是 十七節這麼說 這四個少年人 神在各樣文字學問上 賜給他們聰明知識 但一里又明白各樣的異象 夢造 你不講 尼撒王預定帶進少年人來的日期滿了 太監長就把他們帶到王面前 王與他們團論 見少年人眾 無一人能比 但一里 哈拿尼亞 尼撒利亞 所以理由他們在王面前 事後 王拷問他們 一切是 究竟他們的智慧 聰明比通國的術士和用法術的勝過十倍 到居辱是元年戴伊利還在 看到沒有 當時他們對神的忠誠 神祝福了什麼 給他們聰明 給他們智慧 但一里還有特殊的才能 尼布甲說帶著他們來 他就三年畢業了 畢業典禮了 參加畢業考 來到尼布甲說他面前 尼布甲說他問他們一切事情 結果選了這四位 跟著他 跟著他以後怎麼樣 就變成他的顧問 有事情他們就會找 尼布甲就去找四位 這四位 這四位是犹太人 那是什麼造成他的呢 就是因為他們忠心對神 神就赐福於他們 二十一年到居辱是元年還在 就是說他通過整個巴比文的國度 這個帝國 然後到波斯的時候 所以居辱是的時候就讓 猶太人回去了 巴比文這段他們還在那裡流放被弄 在巴比文 所以可以看到神的計劃是怎麼樣 從他十四歲的時候就開始 做這件事情 訓練他 講到這個意象和夢照是什麼意思 其實早在公元三千年的夢啊 就是表示你 我看夢 然後就是神的工作 都有重要的意義 你在讀旧約束 常常有解夢啊 約束不是有解夢嗎 對不對 很多事情都在夢裡面 所以在很早以前就有這種事 那呢 等於說說在鼠林上 當然靈界上的東西 我們是看不見的 但在夢裡面 我們可以看 就是說神 讓他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帶來信息 那當然也不是說 只有我們的耶和华神 這個會給我們有這個夢 或者啟示 其實在整個國度 整個世界裡面 所有他自己重要信仰的時候 都有這件事情 所以在巴比文的時候 他們有很多神 所以等於說神就 他們的神就給他們解夢啊 什麼 然後呢 他的使者就是 在夢裡面 就是他叫什麼 砸蹄褲 他們就透過解夢 來尋求他們神的信息 其實我們這個基督教的 這個就業裡面 常常記載這件事情 那夢裡面看到什麼呢 像所羅門王 他這 他看到神的 耶和华到了夢裡面兩次 跟他講一些事情在這裡 這裡就講到 就是說我們上一次就提到 他們要受這個特別訓練的時候 就是說 他能夠解夢 他解夢不是說你告訴我夢 我就給你解 他去翻那百科全書啊 這個夢什麼時候發生過 有這樣情形發生過 有什麼樣的結果 是好是壞 有沒有應驗 他把這些資料都找出來以後呢 再寫一篇文章 給這個國王看 所以這是他們的技術 他們要有能力讀 他們的巴比文的語言 能夠去查這些資料 然後才能夠告訴國王 他的夢是什麼 或是日文的節目 就好像我們在這個 台灣的時候 我不是講說你抽個籤 抽個籤 到廟裡面抽個籤的時候 你抽個籤以後怎麼樣 你自己不能解 還要花個幾百塊錢 然後多少錢 香油錢 去請個裡面的一個師傅 給你解金 解那個籤 對不對 同樣的道理 那他怎麼進來 不是說他有什麼特殊能力 他也就是說他有些知識 他知道哪邊有什麼 他就這麼說吧 你講到你高興 你就聽了吧 對不對 講到你不高興 你回去再再來拜吧 好吧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當時就是 異鄉和夢照 其實不是只有在 猶太人社會 社會裡面有的 其實在任何國度裡面 在巴比文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特殊個人 那這些人 這四個年輕人 他對神忠誠以後 臣給他們 給他們的禮物 他們知道 所有能力恩赐 都是來於神的 他是所有祝福的源度 所以可以看到 當你要從神 得到任何東西的時候 你首先要怎麼樣 要對神忠誠 我們讀著 神可以赐福給我 給我做這個 給我做這個 有沒有回想自己 我對神的態度是什麼 可以想到 我們讀到經文到這裡 但依理說 他立志決定 他不要玷污自己的時候 第九節就接到 神感動了 可以看到 神要你先覺制 他才能工作 你沒有覺制的時候 他不會工作 所以他這裡說 給他所有的天賦 那他所有 他 但依理擁有其他人 沒有的天賦 將但依理與其他 他三個朋友 或四個朋友 表現 這三個朋友 表現的這個情形 有非常明顯的對比 在那個時代 巴比倫非常重要的一個天賦 能力 異能 怎麼樣 理解各種異象和夢造的能力 他有這個能力做這些事情 他如果說能做這些事情 他就 在這個巴比倫的活動 他能夠 就能夠活下來 這裡呢 就是有一個伏筆 我們後來 讀但一禮書 怎麼樣 第二章 第七章 一直下去 第六章 他能解夢 就是有一個伏筆在這裡 告訴他 他有這個能力 而不是說他 虽然就突然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但一禮這個故事 就好像一個 一個小說 他寫得非常嚴謹 你就慢慢去看 讀這些故事 就很有意思 他已經有這個能力了 然後呢 我們下次讀第二章的時候 就看到了 是吧 就有什麼情形發生了 可以看了 神在預備他 要做些事情 成為他的仆人 成為他的先知 就是因為他能解夢 剛才講的兩個原因呢 為什麼 但一禮書特別要提到 這個解夢這件事情呢 因為解夢是巴比倫 智慧中最重要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而且呢 巴比倫的人也相信 透過他們的神 神透過夢 來跟他們說話 其實我們也信 神有時候我們要做夢 也會碰到一些事情 但是我常常就忘記 我已經問到什麼東西了 所以這四個人 因為這四個人 要在尼布甲尼莎的宮廷 擔任要職的時候 神就準備他們 神有計劃 要這四個人 在巴比倫的帝國裡面 有責任 有重要的職位要做 所以他怎麼樣 就賜給他們很多知識 能力 所以學問的可能 原文上就是說是智慧了 所以聰明是他有能力 去洞察力 第二個呢知識呢就能夠推理 能夠思考有關的東西 所以在這裡 他不僅是聰明 還有知識 就是他能夠很清晰的 邏輯的去思考 當國王交給他們任何事情的時候 他們知道要做什麼 他要如何去做 可是我們後來 讀到後來的時候 可以看到 他們要做的 不是去順服誰 尼布甲尼燒 而是他們忠心的對神 忠心的順服神 所以地下記載的事情 就是人與神的關係 你對神忠誠 還是你要對神的主權 去挑戰神的主權 我們可以看到 誰是挑戰神的主權 誰是順服神 慢慢的故事裡面就講到很多這些 這些故事 這些是進階 讓我們了解這件事情 那尼布甲尼燒呢 就把這些人帶來了日期滿了 然後帶到他面前 就是說 三年訓練完了 我不知道是高中畢業的 還是應該算是高中畢業的吧 來到省 國王面的畢業考試了 問問他怎麼樣 所以大概是公元前60 三年或60之間 他 派間長把他們帶到神的面 帶到這個國王的面前呢 把所有的 並沒有講說只有這四個人帶來 所有的都帶來了 所以帶見少年來的日期滿了 就把他們帶來了 這當然 丹伊里和他的朋友都在這裡面 所以可能是一大群人 沒有說多少人 但是這四個人是特別 显示出來 显著出來他們的 在這裡呢 講到術士 比如第二次節說 王考文他一些 他的智慧聰明比 通國的術士和用法術的生活十倍 術士呢 就在埃及的時候 摩西 選到實在的時候 埃及王不是也有嗎 你能把這樣變成 蛇 我的 魔術士也可以變蛇 他就叫術士 我們要叫magic 你如果說 當 耶穌誕生的時候 三個博士 什麼博士 就是術士 我們把他當成博士 我們說他博士嘛 就是magic 中間我叫magic 他就是術士的意思 他有這個事情 他有什麼樣子 他能夠解磨 他要了解一些 零件上的事情 那法術士呢 在當時 啊 沒所不達米亞的地區呢 就是他 驅魔 敢鬼的 叫法術士 他能夠呢 抵禦一些 预兆啊 或者說 威脅的事情啊 然後呢 他能夠看到 這是對你有威脅 這是對你有好的 然後有一些行為 讓你避免這些行啊 對你不好的事情 記住啊 這個到後來做 這個我們讀第二章的時候 非常重要 這些人 啊 然後呢 他因為他有 當然你身邊的也被 認為說 也是一種威脅的一個徵兆 你當身邊 所以他們也變成是 醫療專業的 我們中國人同化 講的就是 他無一 就是這個 廟裡面啊 這些醫人 我的醫療 喝喝香水啊 喝喝這個什麼 香灰啊 就可以得救 就可以治病啊 這些 就這樣子的人 就是這樣子的人 雞同啊 也是像這樣子的人 所以這兩個 術女呢 表示 戴衣裏的 技術 超過了 他們這些人 所以他说 什麼 聰明 通國的 素食 就是外國的 素食啊 還有他自己家的 法術呢 都超過他們 可以看的時候 神 準備 但一里要做很大的事情 所以國王看見這些年輕人呢 考過試了以後了 把他們都 訓練完了 考試的時候 畢業考的時候呢 他們國王對 但一里和 的印象 比其他人都好 他怎麼說呢 無容 少年中 無一人 能比 但一里和他 三個朋友 這四個人 都超過了 出位拔萃 前四名 都被他們 四個人包了 因為 但一里是第一名 其他朋友 就二三四名 都被他們包了 然後呢 他們通過 尼布 賈尼莎的考試 畢業考 就把他帶到神 在尼布 南加州 服侍 這個國王 可以想到 他們在 尼布 賈尼莎的政府 中的擔任 一個非常重要 領導的職務 也許就是顧問 當國王有些事情 其實他們是 我們來研討 這個事情 所以他也有 應該是有參與 尼布 賈尼莎 一些政策 他們的職責 雖然沒有說 他能做些什麼事 可以想 我剛剛講的 他一定對國王 提出很多意見 但有問題 都問他 所以在後面 讀了這些 你就可以看到 他帶一里 是怎麼樣 接受 或者是 像尼布 賈尼莎 怎麼建議 一些事情 接下來說 居獨是 原來 丹尼莎 還在 根據 巴比倫 的文献 提到 一些他們 超显 原來 做居獨 這些 他們可以活到 70歲 80歲 或者更長 所以他們 寿命很長 當說 丹尼莎 還在的時候 就是說 他活過 整個 巴比倫 的時期 流放期 然後呢 活到居獨 是統治起來 就回歸起 我們講過 他們被 三次被掳 丹尼莎 是第一次被掳到 巴比倫去的 然後居獨是 開始讓 猶太人 回去的時候 是第一次 回歸 後來還有 兩次 所以他們被掳 三次 有三次回歸 然後那個 尼西米基 也就 講了 就是這些事情 在這裡 可以想的 第三點說 他活得比 巴比倫王還久 巴比倫 國王 這個帝國 被誰滅了 波斯人 曾是 波斯王朝 波斯帝國 我們在 上次 第一次 討論的時候 有條件 所以 猶太人 他是 王國了 然後在 新巴比倫 尼布甲 尼莎 統治了 然後呢 波斯人 排泄的 巴比倫帝國 成立的自己的帝國 他的帝國是誰 就是 波斯王 哥 所以他在那時候還活 可以像他活了很长 但是这个有些学者就说有有问题了 他说啊你在啊 第十章第一节就讲到说他是活这三年 不是第一年元年这是元年是第一年 这里讲到他我们中文是 还在就是说他还活着 我是把他这个意思反正 其实原文并没有说 他是还活着就是他活着 所以就是说他们有人认为就是说 他元年一年就做到元年一年就死掉了 那为什么是第十章第一节讲到 都是三年的是有问题的 所以有人解释就是说 所以何何本就把这个翻译出来 是还在还活着呢 所以你不要说把那个 第十章他是三年还在 你不对的 所以他何本就把它翻译到还在意思 可以想象得到 呆利大概活了八十岁或九十岁 九十年了八十五年或是 那个年应该改了税就说 所以他活了蛮长的 他整个活从被掳到 我们讲过嘛 他的生活经历 犹太灭亡 巴比伦国都建起 帝国建起 看到巴比伦帝国的灭亡 然后经过波斯 这一段时间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的生活经历 在神的一路带领之下 他做了些什么事情 这也就是说我们在读 单一礼书的时候要了解 神他是掌权的 他控制一些事情 把巴比伦这些事情 波斯的事情记载在这里 尤其前面六章这些故事 让我们读起来应该是蛮有意思的 所以他活了蛮久的 所以他还在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你要忠诚的选择的时候 要对巴比伦忠诚 或是对神忠诚 二选一 中间没有灰色地带 我们今天活在这世上 我要选择对神忠诚 还是对人社会上的忠诚 我要去追随世上所有的东西 还是我要用心的追随神 二选一 没有中间地带 当你选择对神忠诚了以后 对神忠诚就有神的保守 虽然他们吃蔬菜 喝白开水 活了十天 他长得比那些吃肉 吃好的东西还俊美 还胖 还健康 可想得到他们的生活 他们对神忠诚 是神保守他们的 而不是说 他这个蔬菜里面 有什么维他命 有什么来吃的 不是的 而是神在后面 保守他们的生命 那他们忠诚的结果是 蒙神恩惠得智慧 他们四个人 超过所有的一般人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第四名被他们四个人包了 那单一里是第一名 然后呢 神赋予了能力和恩赐 单一里有什么解梦的能力 还有其他管你的恩赐在里面 然后呢 神尊重那些尊重他的 你尊重神 神也尊重你 你敬畏神 神也会保守你 这一个非常重要 如果说我对神不尊重 常常说一些 不合理的事情 不得神喜悦的事情 你对神不尊重的时候 神会尊重你 不要讲神的 我们对人也要 是吧 怎么样 怎么样 我们中文讲什么 离异相 怎么样 大家要有离异 对待 对待 我对你有你 你也对你有你 你如果说你对我很 不客气 我想我也不会对你很客气 所以神也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 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 就是说你跟神很好的时候 神也会跟你 关系也蛮好 对不对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神尊重他 然后蒙神 长寿啊 八十岁九十岁 圣经上说你活了七十岁 就已经很高兴了 你现在八十岁九十岁了 感谢神啊 神一定祝福你 大姐几岁了 九十五九十六了 对不对 感谢神啊 保守啊 可以想到 就是说你当做这些 对神忠诚的结果 我们学到什么 为了避免同流合物 就要选择对神忠诚 你看到了 我们在读的时候 第八节的时候 还是第七节的时候 但你说他立志不要被玷污 第九节神就怎么样 感动管理他的人 我们不想要同流合物的时候 要想说能分别为圣的时候 你第一件事情要立志追随神 如果没有 不管你用什么力量 你绝对不能够战胜这社会 魔鬼的力量 依靠神 依靠神 首先我要依靠神 当你对神忠诚的时候 就会蒙神的祝福 与尊重 神祝福你 神也尊重你 因为你对神忠诚 你也尊重神 这是一个 我们要思考是什么 我能避免同流合物 而且出污泥而固然的能力 从哪里来 不是靠我自己 其他的宗教 我要去拜 我要去弄 我要靠我自己 我能够修桥补路 我是个大善人 我基因德 不是的 那人家看到你 那有个大善人 那后面不知道搞什么东西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如果说我立志 不要同流合物 我要出污泥而不染 你要立志时候 你要先向神 要依靠神 你才有这个能力 不然是不可能的 那最后呢 我们诗篇 第四篇第三节 来互相勉励 你们要知道 耶和华已经分别 填成人归他自己 我求告耶和华 他必听我 神已经把我们都分别出来了 然后呢 我还去拜其他的神 那不就像有色列人一样吗 我们被分别出来以后 我们就要 成为一个虔诚人 对他尽全 对他尽畏 当你求告耶和华的时候 求告你神的时候 他一直听你的 你不要说 神为什么都不听我的祷告 我常常就回想 神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 是不是我不够虔诚 是不是在我的生活上 还没有完完全全 依靠谁 反向思考 不要手指都只是指 老指的别人 这个没有做 那个没有做 那四个指都指的谁 你自己 所以先反向思考自己 我对神是不是 完完全全的尽全 我对神是不是 完完全全的尊重 我对神是不是完完全全的束缚 我真的是在 耶稣所说的葡萄树上的一根枝子 还是我那个枝子已经掉在地上 还是我这个枝子没办法结果 为什么没有结果 思考着 不要只是说 神为什么不听我 他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 思考自己 我希望就是说 我们 神已经把我们分别为圣 成为虔诚的人 归他自己的时候 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 神的子民 那我们就应该顺服神 做一个好好的子民 好好的个仆人 他才会听我们的祷告 好吧今天的主日就到这里 我们要做个节奏的稿 谢谢大家